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其实关于明星吸毒的事情呢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在看到网上大家跟这样的一个topic留言的时候 都觉得其实他被抓只是少数嘛 毕竟娱乐圈大家都知道 虽然我和你也许不曾进入过 但是其实不用想就知道里面应该是蛮黑暗 有很多不太让我们这些人知道的事情 之前我对李戴默这个人并不是特别熟 只知道他是在中国好声音 然后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 然后被观众熟知和喜爱的 而且李戴默唱红的那首歌也是屈婉婷的 我的歌声里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 就是在你省省的脑海里嘛 对 好了今天呢就介于从这个李戴默吸毒事件 我们介入一下 然后就谈一下娱乐圈 其他的一些明星类似的吸毒事件啊 包括我想就是普及一下 就是吸毒这件事对我们的很大很大的危害 升华一下主题 对于不熟悉李戴默的人呢 子涵在这边先百度百科一下哈 因参加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的歌手李戴默 3月18日下午13点38分 被爆出因和朋友在出租屋中聚众吸毒 被警方带走调查 李戴默作为选秀成名的歌手 走红后负面新闻一直不断 比如说同性恋床照 掀起微博骂战等等 现在又爆出了吸毒仪式 因为吸毒呢 其实只是娱乐圈的冰山一角啊 在这种事情其实屡见不鲜啊 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说 娱乐圈的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明星们总是以 我压力大我要演出多 我体力不支作为借口 是不是到底能得到最终 他的粉丝们的谅解呢 其实子涵觉得啊 一个好的明星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优质的偶像 你首先自己应该洁身自好 因为呢 你在成为对社会有一定公众力 影响力的人物之前 你就应该想象说 这条路我要不要走 成为明星以后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比如说你的个人隐私几乎为零 比如说社会上 对你的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 会比普通人更高 你所做的事情都会被 在媒体的眉光灯下放大于一千倍 所以说在你选择走上这条 HUD模式的生活道路的时候 您是不是能承受这样的一个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呢 如果你十分想出名的话 其实在这以前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因为一旦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得到很多鲜花和掌声 还有一些粉丝无限的追捧 但是你的形象和行为 你就不属于你自己所有 而是你每一举一动 都是在被这个社会关注的 更多人的关注你 更多人也意味着 他们都在监督你 所以说我觉得 很多事情都可以毁掉一个明星 就比如说之前的不亚招事件 虽然不是毁得很彻底 但是也是毁了一个艺人 生命中可能是最灰煌的几年 然后虚毒这件事 我觉得吸毒这件事 大众一般是零容忍的 就像你去做学术的文超习 是零容忍一样 吸毒已经不只是一个 道德行为上 自己的一个品行问题 而是一个对社会 非常有害的问题 其实毒品呢 我是没有吸过了 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 也是都是好孩子 远离毒品的嘛 据说吸毒只是快感 那么一瞬间 但是我苦心经营 我从小练歌 然后练舞或者怎样 苦心的出道 砸很多钱 还要被各种 一层一层的扒皮 赚到一点点钱 好不容易红了 有名气了 开始赚钱了 却这个时候 如果你浮躁了 因为一时的这种快感 或新奇就是人的那种 烈奇烈焰的心理 让你走错了一步 那么有可能 你的一生 你的演艺事业 都会毁在这一步棋上 今天节目呢 子涵除了要跟大家 就是剖析一下 李戴默这个事件 其他的事件呢 会跟大家讲一下 之前有很多传出来的 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 也曾经都很喜爱的 一些歌手 一些演员 他们的吸毒 以及他们的后果 其实还是要喊那句 我们喊了很多年的口号 就是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接下来呢 在我们今天进入 正式的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首 李戴默的歌吧 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粉丝 但是我是听过这首歌 然后喜欢上这个声音 也许你跟我一样 也许你还是 对他的印象 停留在那个 爱笑 唱歌很好听 然后看起来 很有毅力 又有点羞涩的男孩子 那种印象里 但是 现在的所作行为 应该是让大多数歌迷 很寒心的吧 但是我们还是 先来听听这首歌 李戴默唱红的 屈婉婷的 《在我的歌声》里 就当 缅怀一下这个 当年还是那么 纯真的 爱笑的男生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 那就 听听看吧 希望你喜欢哦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层顾虑 你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 带给我惊喜 情不自已 可是你偏要这样 在我不知不觉中 悄悄地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 没有一群 剩下的只是回忆 你存在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我深深的脑海里 世界知道 为何我们相遇 难道是缘分 难道是天意 你存在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我深深的脑海里 日 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伦敦华语广播 娱乐七天 我是子涵 今天呢 我们借由李戴默 他吸毒被抓的这个事件呢 来深入的讲一下娱乐圈的一些明星 有一些吸毒这样的前科的明星 然后顺便升华一下主题 就是吸毒对大家的危害 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不要是觉得明星就好像有特权 或者是做错了事也值得被原谅 这个我觉得完全要在一个很长远的角度看 我们下面来盘点一个几个 我觉得这几个明星啊 都是那种开始的时候 各方面的评价都很高 也算是很干净 自身就没有太多负面新闻 但是就是因为毒品这个重磅炸弹一出 真的就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被原谅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苏永康吧 苏永康是在2002年的6月8日 在台北的某一个比较著名的酒吧 然后当天呢苏永康就来到酒吧消遣 后来呢因藏友摇头完被捕 随后被判刑 其实苏永康自己说他为这个早就做好了准备 当时呢就有一段时间就已经没有接到新的工作了 其实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 当时还比较年轻 然后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震惊 因为爆出这条新闻之前 包括听苏永康的歌看他的电影 我都觉得苏永康是一个长得不帅 但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好好男人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他这样一个很健康的形象会跟毒品挂钩的 所以说当时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信 就是不相信了一阵子 直到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有吸毒的历史 包括真的被判刑 然后罚款 然后又出来跟公众道歉 我觉得挺心痛的 一个也许可以成为优质偶像的人 一个唱歌很好听 很温柔的男人 就因为这样子一点点怪怪的癖好 然后就不可以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不管你以后再做多少公益 再拍多少好的电影 或唱多少好的歌 人们真的都很难 把这段很严重的负面新闻忘掉 因为现在在这样的一个 网络无处不在的时代里 如果大家去Google你 或者是百度百科你 一定会出现一些正面新闻 还有你出道的记录 但是你一旦有这种比较重头的负面新闻 那一定是大版面的报道 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 也不管你是谁 所以挺遗憾的 直到现在都没有觉得 苏永康在经历过那件事后 再彻底的火过来 没有原地满血复活的感觉 觉得挺遗憾的吧 这就是今天子涵要说的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呢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又红又正的心 从他唱歌的曲风来说 就是满文军 满文军其实他们夫妇两个人 都有这个吸毒的问题 在2009年的5月19日早上 也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歌舞厅里面 当天呢追到了群众的举报 然后警察就立即赶到了现场 在一间包间里找到了包满 就是包括了满文军夫妇在内 还有其他的朋友啊一起识吃几个人 然后他们就正在吸食毒品 然后呢 警方就带他们去尿检 于是均呈阳性 据了解呢 当晚呢满文军和几个朋友 共同为妻子 也就是满文军的妻子李莉 庆祝生日 毒品为李莉提供的 之后呢满文军等十几名的艺人 就被行政拘留了十四天 于六月三日释放 而其妻子呢 因容留他人吸毒 则获刑一年 这个应该是非常严重了 我一直 为什么也是不太敢想象 一个看起来很老实 然后挺正派的一个艺人 然后染上毒品的时候 总是让人格外的心痛 其实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啊 也是因为吸毒 零点乐队的吉他手大毛 和鼓手二毛 其实2010年的时候 在4月15号 他们也是在北京 警方就 其实在04年的时候 零点乐队在青岛的时候 就被警方查过 但是当时呢 就是尿检的状况还比较好 所以说当时 大毛就是他们吉他手 逃过一劫 只是那个键盘手 他就不幸中招 然后事后呢 大毛和那个 他们的吉他手呢 就为了不影响乐队的形象 就说 好我们退出 我们退出乐队 就为了不影响声誉嘛 不过在05年的时候呢 大毛又重新回到了零点乐队 可是谁都没想到 在10年的时候 他们又因为同样的原因 还是吸毒被抓 2013年8月13日 他们的鼓手二毛 同样的二毒犯案 因涉嫌吸食冰毒 被呼和浩特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15天 待行政拘留期满后 将转 转他们转成 强制的 戒毒两年 哎 其实 就是很多艺人啊 包括很多普通人 呃 据子涵了解 还有一些媒体报道 都是在 吸食毒品 然后 呃 被强制戒 当时呢 戒呢 也就算成功了 但是这种 复吸的几率 非常非常大 我 我没有 就是经历过这种感觉 但是大概猜测一下 是不是 就 呃 当你从 你戒毒所出来以后 很久没有吸 也许为了 你的精神支柱 然后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的鼓励 你可以在短期的一段时间内 克制住那种欲望 但是 这种人最怕的就是引诱 当你看到 又重新看到你曾经 很熟悉的毒品 和你那些 损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好像 身体里那股 那股劲儿 就会又重新上来 把你重新勾回那个 你觉得是 欲先欲死的状态 所以真的是 不复吸很难 我总是听 戒毒很容易 但是 不让你 复吸 非常非常难 这点也是 把很多艺人 我觉得 都给毁了 尤其是下面这位啊 是肖淑胜 她是台北的艺人 在10年10月的时候 最后被捕 哎 这个肖淑胜 其实 真的是 非常非常可惜 她其实是 李思松的学生 跟孙燕姿呢 是同门的师妹 记得大家 当年 风靡的那首 光凉的勇气 她就拍了MV 当了那个女主角 好像第一次的 女主角也是她 当时的她就觉得 非常的清纯 是属于 玉女形象出道的 尤其是身材 又非常的好 然后脸又清纯 当然是 红极一时 可惜呢 她不慎沾染了毒品 并且 不停不停地堕落 成为台湾毒瘾 最重的艺人 2006年底呢 肖淑胜被查出 西石科卡因 和K他命 07年的6月呢 她在台北的看守所 被勒令戒毒 为时49天 2007年11月13日 刚顾完自己 31岁的生日 7月刚结束戒毒所 生涯的肖淑胜 又涉毒了 而且她就是 因为吸毒就会让人 非常瘦 消瘦的特别猛烈 当时她被抓的时候 她说 哎呀 我想在生日 当天放纵一下 在家里开个小party 就吸了一些 没想到第二天 警察就找上门了 她说 吸毒是因为 我常常感到心情低落 吸这个东西呢 会让我觉得心情好一点 2010年的10月 还在缓刑期内的她 第三次被验出 二级毒品 伪扬性反应 甚至出现了情绪崩溃 刀片 自残等情况 真的是十分的危险 就这样一代的 清纯玉女的掌门人 就这样的 离开了公众的视野 不知道 还有没有粉丝在支持她 只是 我觉得 为什么这些 玉女 或者是 比较红 比较火 有一些特殊天分的女生 总会 跟一些奇迹怪味的东西 沾边 就是 黄赌赌三辆总是不理 女生就还 好了 但是 为什么总会有这样 让人社会不能容忍的 负面新闻出现 要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里 你已经有了名气 你也有了钱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有粉丝的追捧 社会媒体的 关注 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些钱 好好的生活 哪怕你极尽奢侈 这都是你自己的钱 没有什么关系 一定要触碰这个 我们大家一些道德容忍的 比较底线 跟法律 沾边的这种东西 好好的日子 为什么不会好好过呢 就像现在大家总说的一句话 不作死就不会死 我真的觉得这些人 都是非常适用的 接下来要说的沙宝亮 其实沙宝亮最后在 《我是歌手》里面 不是满血复活吗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其实呢 04年4月9日的时候 她是和零点乐队 一起在酒吧嗑药而被警方抓走 当事人称沙宝亮和零点乐队 最后美人缴了5000元的处罚 今后离开派出所 49青岛嗑药事件风波 刚刚停息呢 在音像公司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 于近日发行了 以沙宝亮为新闻的音像制品 沙宝亮是媒体上出现 极为平凡的名字 自从涉毒事件发生以后 她一直勇敢地站出来承认 但是她一边承认呢 又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在这场没有化解的危机中 沙宝亮主唱的某电视剧的主题曲 也纷纷热闹上市 并在与众多歌手的合集中 处在主打位置 还在当年5月 推出了新的专辑 这件事让我觉得 难道真的是因为炒作 就是为了炒作 而无所不用其极 包括可以自黑 就只要是 能有办法吸引到媒体的眼球 求关注 那就什么办法都可以用 这样有点没节操 没下限的事 虽然有很多艺人在不断地做 自己拍一些所谓的香艳的照片 传在网上 就成了别人说的什么 艳照门或不亚照事件 以此来 然后再在媒体之间开媒体话部会 掉两滴眼泪 然后心酸一下说 哎呀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真的太可怕了 我要呼吁社会怎么样 呼吁良知怎么样 然后呼吁我的粉丝起来 就是跟那些比较坏心思的人 来声讨他们 哎呦这样的戏码 真的是百看不厌啊 接下来的这位人 我对他的名字不是很熟 但是大家都对他的老爸很熟 他叫张默 2012年的1月30日 晚上20次时分 警方赶到位于北京顺义的一个别墅内 当场抓获两名涉嫌吸毒人员 其中一人为张国立的儿子张默 2月1日北京公安局发布消息称 对张默行政拘留13天 自即日起 以将其送往拘留场所之行 还有接下来的像酒井法子啊 也是以青春形象 然后出道的拍的片子 又很好看偶像剧 又以青春玉女的形象赢得了 日本还有中国这么多粉丝的心 可是呢 就偏偏在结婚几年后 最后他们说的是 被他的老公引诱 然后也开始加入吸毒的行列 最后不幸的也是被拘留 当时这条消息爆出来的时候 在日本的传媒界 也是引起了一片哗然 就觉得吸毒到底是 能害死多少个明星啊 到现在也没有见酒井法子 恢复元气 大家真的是 我觉得对于吸毒这件事 比其他的都要苛刻 因为吸毒这件事 好像不仅仅是 一个个人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艺人 演艺圈的艺人 那你所代表的是一群 一群年轻人 或者是一群你的受众的 他们的一个 标杆性的人物在身上 如果 比如说我的偶像 他都开始 做一些让我很不齿的事情 或者是参与到这些当中 如果我现在已经是 有判断力的一个成年人 但是如果我只是 十二三四岁的孩子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行为 代表很酷啊 就是我要向偶像学习吗 因为偶像效应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 之前有很多 比较心智不成熟的粉丝 可以去为了偶像 为了见偶像而 跳河 或者是变卖家产 只为了见偶像一次 或者是自杀 或者是自残 以这样的形象 或者是以这样的事情 来好像博关注 然后得到注意 我觉得 我是不理解这些人了 半可能 在那个时候 如果家庭的关爱 不是很够 而且又很早地 接触到了社会 接触到了网络上一些 这种比较负面的 黑暗的消息 可能让很多孩子的 价值观 在没有完全形成之前 就已经 就已经乱掉了 就是扭曲的价值观 就觉得这样的事情 很酷啊 很新奇啊 他能做 他还是我的偶像 雷 我有什么不能做 一些错的事情 就会被现代的人 误以为是对的 这种事情 是我觉得 非常可怕 然后很不愿意见到的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 就是自毁形象 就是 哎 就是因为吸毒 而毁灭了自己 虔诚的大好艺人啊 这首歌呢 我们来缅怀一下 我觉得最可惜的 那个苏永康吧 之前真的以为 他是好男人来的 不过这首歌是不错 你说你还是 喜欢孤单 其实你怕 被我看穿 你怕属于我们的穿 飘飘荡荡 靠不了岸 迟到如今 没有答案 我的真心 为你牵绊 不管相见的 也多么难堪 简简单单的说 爱是不爱 想要把你忘记 真的好难 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照照顾 照顾默默的期盼 永远没有答案 永远没有答案 为何当初 你选择一刀两端 听你说深爱我真的好难 曾经说过的 曾经说过的话 曾经说过的话 风吹云伤 站在天平的两端 一样的为难 唯一的答案 爱一个人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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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接着 相仆大 山山山山山 海鲫 网友 海鲫 万一群 梯一天公园 岁景相对 岁景相对 亖伦 海鲜 测出 海鲜 泣出 海鲜 烈出 海鲜 über地盲 河边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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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岁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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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朝朝默默的期盼 永远没有答案 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 听你说深爱我真的好难 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 像在天平的两端 一样的为难 唯一的答案 爱一个人好难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虽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朝朝默默的期盼 永远没有答案 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 听你说深爱我真的好难 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 站在天平的两端 一样的为难 唯一的答案 爱一个人好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伦敦华语广播 娱乐七天 我是子涵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 娱乐圈明星吸毒的那些事 其实听起这个题目的时候 觉得实在是重口味 然后又有点惊悚 一看就觉得不想要听下去 但是其实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来 普及一些简单的知识嘛 然后可以让那些 永远都不会涉及到毒品圈的 你们引以为戒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吸毒一定是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的一件事 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这边呢 子涵姐姐就跟大家来大概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吸毒是怎么样损害我们大家的身体的 其实吸毒之害的第一点呢 就是它对身体的毒性啊 通常有半有 有机体的功能失调和组织病变 大脑病变 比如说近些来的研究啊 它证明毒品能直接改变人脑中的部分化学物质的构成 破坏和扰乱人正常工作的高级神经组织 有的甚至会损害我们的神经组织 还有包括你的心脏的病变 就是你人体的一些重要的组织 器官啊 或者是对你的血液循环啊 表现为血液会 血压会下降 然后心跳会过于缓慢 然后身体上的表现就会非常的瘦弱 吸毒者肠胃道的平滑肌和扩张肌 它会提高 然后蠕动减弱 出现的症状就是消化和吸收功能的障碍 表现为最简单说就是食欲不振 吃不了饭 然后甚至你觉得它是很严重的营养不良 这样食品就是不想吃饭 那自然就会变瘦嘛 这就很多人在说了 说哎呀听说吸毒能变瘦 甚至好像之前很早看过新闻 就有的姑娘啊 就是为了变瘦 然后就去吸毒 觉得反正我有坚强的毅力 我到时候可以戒掉 但是我已经瘦了 这样的路线我觉得 把人逼急了确实会有人走 但是想想就知道是完全不可取的 我们说 其实我不想在这边说瘦呢 你一定要少是多参加运动 这样健康的瘦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真正需要减肥的人都不爱听 因为真正需要减肥和 想要减肥的人都是想说 最好是用这种林丹庙 要我一个礼拜之内瘦下来 或者是再多点 我一个月三个月之内 我就要见到效果 你如果真的让我节食 再去跑步那样的话 要个一年两年 一年半再看到效果 那我等不了 所以很多人就选择走捷径 现代的科技很多啊 比如说胃会切一半啊 然后埋线啊 包括比较科学的 像针灸啊 然后去gym啊 健身房 然后真的练 那些都还好 但是更有甚者就吃很多减肥药 其实 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一款减肥药呢 如果那款减肥要真的像广告说的 那么安全 那么有效的话 包括一些减肥药 那么你觉得世界上还会有胖子吗 还会有一个被人鄙视的 就是这样的胖子形象出现吗 那大家都可以完全去买吗 是不是 这么简单的道理 可是我们一直都拒绝承认 我们都拒绝知道这件事 在某网站 或者是出了一款新的什么 韩国减肥一号二号三号 或者终极减肥利器 那些小药片的时候 承认说一周可以受个五斤 绝不反弹 然后无毒副作用 不用结实 你会看吗 其实还是会的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心动 包括一些震动减肥 那些带啊 腰部震动的那些 所谓的电视购物 就是399啊 今天最后一天啊 只要您打进电话 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 附送两个 两瓶精油啊 之类的这样的 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在家里看电视的朋友们 会心动 会想要买 其实我在这边说的时候 觉得好像空口说白话啊 但是我知道 当你坐在电视机前 真的看电视购物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好用啊 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好用哦 在早上我去健身房 跑步的时候 经常看到健身房里面 会播一些电视购物 然后就会有一款非常好用的拖把 看起来真的多功能啊 既可以就是吸沙巴 也可以拖地 好像地上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弄得非常干净 然后还可以包括 吸玻璃上的会啊 就是吸床头的 好像真的是非常多功能 而且价钱还真的不贵 但是好像买过的朋友都说 一是这种东西 功能没有想的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好用 二是用起来都会相对比较麻烦 当我们很高兴地收到电视购物 很兴冲冲地用过一两次以后 其实就永远地搁置在那里了 这也是电视购物的一个问题嘛 就是会促使我们买一堆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需要的东西 话题拐到这里呢 就说到李戴默这件事啊 李戴默之前 如果我们大家比较了解他 看过一些访谈的话 他曾经是175公斤的体重 对 你没有听错哦 175公斤 所以是超级超级超级胖的一个男生了 但是他现在自爆是74公斤 应该是非常健康 而我们在选秀节目的平台上看到的他 也完全是一个很健康 很fit这样的一个形象 当时我记得他做康熙来了 然后就问到说你怎么瘦的 他就说是常年的节食 再加上运动这样瘦下来的 但当这个吸毒的消息爆出以后呢 很多媒体就开始质疑说 真的吗 因为吸毒会变瘦大家都知道啊 那如果像他这样有吸毒背景的 还真的会结实外加运动 这样瘦下来的吗 所以之前不管你多费力 铺垫的一个很良好 很健康的形象 也许是很多需要减肥的男生女生的楷模 但是当爆出这条吸毒的消息之后 多少人的一个偶像梦 就此可能会失望了一半 吸毒第二个就是 对我们的坏处啊 就是有强烈的戒断反应 它是长期吸毒造成的一种严重 和具有潜在致命危险的身心损害 通常在突然终止用药 或减少用药剂量后发生 许多吸毒者在没有经济来源 构毒吸毒的情况下 或死于严重的身体戒断 反应引起的各种并发症 或由于痛苦难忍而自杀身亡 其实我们在电影中也看过不少了 在毒瘾发作的时候 就会伴随着流鼻涕 然后流泪打哈气 然后瞳孔会扩大出汗 然后抽搐 包括头晕头痛 发烧非常焦虑狂躁的这样的感觉 甚至经常会出现休克的症状 然后接下来电影的桥段 无一例外的就会是那种 当你毒发的时候 你就会跑去找那个 平时你可能连见都不愿意见的人 就跟他说 你给我钱 或者是你给我再吸一次吧 我就这最后一次了 然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就因为这句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就会发生很多的 道德沦丧行为 和一些犯罪行为 但是当你真的是很穷很穷 又没有人借钱给你 也没有办法再接触到 这个所谓的这些药品的时候 硬性硬性的戒断 就像刚才说的 会导致突然的死亡 所以其实戒毒所那些 也是给你一些 就是毒品的替代物 一些药用的东西 也是药量逐渐的减少减少 让你的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 但是据说好像 很多人在戒毒所里 就会偷偷地去 就是给自己注射多量的 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好 其实我不知道 有一个什么瘾 是一个多难受的感觉 但是瘾真的是 我们生活中 非常难克制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很简单的 有些人就好像购物成瘾 虽然也许不需要 但是每次出街的时候 就一定要买回来 一大堆的衣服和鞋子 觉得不买就好难受 其实那些摆在家里 也不需要穿那么一两次 好像有好多都放在那里 都已经过季了 都还没有轮到他穿 但是想想 还有一些淘宝上瘾 这种状况 难道不是现在的一个 整个年轻的一个群体中 便有的一个现象 就是对某些事物非常着迷 其实我不能说 吸毒和抽烟是一个道理 但是抽烟不也是一种瘾吗 当你说为什么 你一定要抽烟的时候 你的借口不是也是说 我工作压力大 然后需要舒缓舒缓 然后要熬夜 很累 需要一些这些东西来支持你 很少听到有人说 哎呀我觉得烟味好 我就是想让我的肺变得更黑 我才抽烟的 都是一些所谓的 压力大这样的借口 跟现在的这些明星 所谓的借口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说到吸毒呢 在演艺圈里啊 就会经常有很多明星 很卖力的工作 比如说演唱会 一周连开七天嘛 或者是五天 但是尤其是那些 又唱又跳的艺人 你就会觉得 他的体力怎么那么好 如果一场演唱会 通常三到四个小时 连唱带蹦下来 而且每天都这样 体力是非常不支的 在圈内呢 就有一个词汇 叫做打工作严 因为他们觉得 演唱会这些 废体力的活是他们的工作 那他们就需要 在中场休息 或者是换衣服的时候 抽空吸那么两口 或者是注射一些东西 也许他们自己啊 平时是完全没有引的 但是这个在圈里 大家都是知道的 就是所谓的 就是为了工作嘛 补充一些能量 这个很多知名的天王啊 什么 很多人物 都是有 都是有在做这件事的 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样 娱乐圈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乱的 一个群体 所以谁都不要 把谁讲的太单纯 也许你觉得你的偶像是 怎么可以连看那么多场 演唱会永远都不会累 但是他们不会累 也许嗓子会打针 因为嗓子会哑掉 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 会辅助 当艺人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看演唱会之前 你要饿自己 你要练出肌肉 你要瘦身 你的腿粗要打瘦腿针 脸大要打瘦脸针 还有你的鼻子塌呢 你要各种的肉毒感菌啊 玻尿酸啊 就是哪里不行打哪里 然后终于塑造出一张 笑着有点僵 但是在镜头前 很漂亮 很完美的腿和脸 得到的是 粉丝的各种羡慕 激动恨啊 然后和粉丝的追捧 觉得啊 我的男生或者女生 为什么每次在镜头前 都是这么美呢 有人说呢 他们其实就是吃这碗 青春饭的 过了这个年岁 等到四五十以后 各种因为微整形啊 或者是打这些针 会有一些身体的 嗯 并发症 或者是后遗症 我们的天望MJ不就是 鼻子那部分 最后导致脸部整个都塌掉了 真的是让人很心疼啊 所以那些现在拼命的想 消尽了脑袋 参加各种选秀 或者是靠一些 潜规则上位的女星们 哎 真的是 进这行钱 一定要想清楚 你就是想 干这十年 或者是这五年 赚一笔 然后在后半生中 拿这些钱 然后去慢慢地 弥补身体上的 各种缺陷吗 还是像一个围城一样 平凡的人都想进去 然后当明星的人 只是越陷越深 欲罢不能吧 吸毒之害的第三点呢 就是 就是你会有突出的精神障碍 会是产生幻听 或者是思维障碍 就是你的行为特点 就是围绕着毒品传 甚至吸毒而丧失人性 以及就觉得有点变态了 长期吸食毒品呢 令不少人变得自私自利 有点让我们的话说 有点不知廉耻 没有礼仪 而且意志消沉 性格怪癖 谎话连篇 我们电影中应该见多了吧 就是很多儿子啊 为了骗到妈妈的钱 然后拿去吸毒 然后就各种撒谎 变卖家里的东西 甚至把家里的东西 都变卖完了以后 就会开始骗身边的人 家人 最爱的人 拉他们下来也吸毒 然后一起不得不为了 为了吸毒而去贩毒 养自己 也去赚一点钱 这样一个完全恶性循环 而且电影中经常见到的就是 他们会凭空地出现很多幻觉 有的时候幻觉是很好的 让你觉得 嗯 我是在天堂 也许是美好的 那么几分钟过去 也就罢了 但很多时候是恐惧 是一种焦虑 让你想睡的时候睡不着 你就不得不靠吸食更多的毒品 来维系你的一个正常生活 其实有没有觉得经常很好奇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听说在荷兰 那个有一种代麻蛋糕啊 里面是加了软性的一些毒品吧 就是非常非常少量的 但是因为在荷兰是合法的 所以在普通的蛋糕店有瘦 我之前就想说 哪天去荷兰就是旅游的时候啊 能不能尝上那么一小块 在非常安全的地方 然后想试试一下 他们那个到底是什么感觉 因为那种东西 应该也不会上瘾吧 但是之前我听一个朋友说 有一个女孩子 也是抱着同仁好奇的心思 然后就去买了一块大麻蛋糕 然后试一试 一般人可能是 你出现的幻觉会让你觉得 人格人轻飘飘的 世界很清静 我像是在天堂里 就让你很舒适 但是那个女孩子 在药劲发作后的一个小时中 整个人就一直在尖叫 就是别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 就一直很撕心裂肺 很恐怖的尖叫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恐怖 看来你出现的幻觉 不一定全都是美好的 那如果是很恐怖的 我觉得一两个小时 也够折腾人的 所以说 最好这种烈气烈焰的心理 还是不要有了 这种东西啊 我们这些普通人 是碰都别碰的 吸毒的危害之四呢 就是感染性的疾病 比如说静脉注射毒品 给滥用者带来的感染性和病症 最常见的就是 化膿性的感染和乙形肝炎 更甚的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艾滋病的传播 有很多人呢 男男女女的啊 为了就是能够吸毒 就会做一些自己 不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不幸的感染到了 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话 但是还是要 为了满足这样自己的 耗着一口嘛 就会传染到更多的人 包括他们注射静脉的一些 针管啊那些东西 就会传染疾病的 几率增加了很多很多 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 吸毒的最后一个坏处啊 其实不是最后一个了 就是啊 毒品的活动加剧了 诱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扰乱了社会治安 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这一点很像是 我们初中高中 在学政治课的时候 最后一点一定要升华到社会嘛 就是毒品的犯罪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贩毒的片子中 那些毒老大都是由自己的武装部队啊 然后有枪支啊 不要以为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电影中夸张的效果 其实 电影历术都是来源于真实的嘛 所以说贩毒 然后吸毒 然后包括一些卖淫啊 这些活动 都是跟这些毒品犯罪 不可不可少的 都会一定关联在一起的 听完这五点危害以后 有没有觉得挺害怕的 但是 其实有些事情 你觉得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可能身边永远都不会有 但是其实我们谁都说不准 有一天 某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所以说一定要 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念 说有些东西呢 是有界限的 我是坚决不碰的 一定要给自己这样一个 节操的最后底线啊 千万不能就这样 作着作着就把自己作死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听一首李戴默的歌吧 爱过那张脸 也许很多人歌迷会离开他 对他失望吧 但是那张爱过的脸 我们再听一次他的歌吧 故事的开篇 想起那张脸 回忆像阴天 画面还是那么甜 孤单会说话 新说这张脸 虽然 Marine 怎么在哪里 是个青天 幸福的答案 可能被藏在永远 请别再说昨天 也别再问明天 我爱过那张暗笑的脸 谁把弄画的模糊遥远 那些炙热不变的诺言 却又把它熄灭 我爱过那双汗泪的夜 把心碎烟的诗言不解 唯一的仓库和我到今天 故事完结篇 忘记那张脸 回忆像阴天 画面一渐渐渐远 孤单会说话 淋湿了晴天 幸福的答案 已经被藏在永远 请别再说昨天 也别再问明天 我爱过那张暗笑的脸 谁把弄画的模糊遥远 那些炙热不变的诺言 却又把它熄灭 我爱过那双汗泪的夜 把心碎烂的诗言不解 回忆的反忆 回忆的反忆 回忆的反忆我 到今天 还像一场雨 陪我 说抱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收听的是伦敦华语广播娱乐七天 我是子涵 节目的尾声呢 其实 子涵姐姐又要吐槽一番了 做好准备了吗 其实在李黛默事件发生之后呢 我有跑在李黛默的贴吧里去看看 想说支持她的那些泡沫们 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当我进去的时候 所有铁扇的干干净净 只有一封 关于这件事的帖子是八物发的 然后全文内容如下 有关此3月18日发生在李黛默的身上的事情 本巴表示不发表任何看法 仅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每一位在贴吧发言的泡沫和网友 括号多为黑子 表示最深的歉意 对于本巴在此事件期间和各位网友之间 粉丝之间黑子之间网友和黑子之间 粉丝和黑子之间的矛盾和不良的舆论向导 不良影响 本巴巴物提出自我批评 并且对于此事我们将做正式和接受批评的态度面对 针对此次事件 本巴的态度为以下 冒号 本巴在此事件结束之前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矛盾激化 我们将禁止任何有关此事件的好的或不好的言论 擦边球帖则或者跟帖发言也将禁止 一经八物发现予以删除 是情况严重 封号可能 因此本巴的直播帖是唯一一个允许各位发表有关此事言论的地方 我们将尊重所有的泡沫 巴友和网友们的言论权 但是禁止发布任何明显侮辱性文字的帖子 一经发现予以删除 事情况封禁 网友将会封IP 本巴抱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希望此事能不再贴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尽防对未成年人的人不良的舆论向导 请广大网友和粉丝理解和支持 争创和谐的贴吧气氛 感谢各位的支持万分感谢 巴勿请你 对 然后 这是当时的巴主发的一个帖子 然后子涵姐姐看完这个 就实在是忍不住默默的笑了 因为其实我就是想看一下他们自家的泡沫 在对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会不会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立场上 你唱歌好是唱歌好 做错事情就要是受大家的批评 但是这种说一句话就要被封号 发的帖子全部被删帖的行为 实在是不吐血都让我觉得对不起广大的人民啊 之后在这个帖子下面 就有非常多的网友跟帖 有一位网友说 巴勿呢 请你不要烂勿用职权 你就这样随便的封了巴友的ID 百度呢有百度的投诉吧 分ID都是可以进行投诉的 这个是需要由百度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的 你不要滥用职务 如果你滥用职务呢 会需要把你的巴勿职位撤销 此事呢已经发生了是不容你一手折天的 你一个小小的巴勿凭什么删了那么多网友的留言呢 隐形的泡沫说 他说 进了娱乐圈就是公众人物 出了名你就得做好带头作用 有名有利有影响力就要比普通人更加自律 你吃得了咸鱼就得耐得住渴啊 连这个都做不够 你真的是活该坐牢 你想成为反面教材没人拦着你 成熟理智的人不说 还有很多未成年人喜欢听你的歌 包括我 有很多的脑残粉支持你 还有一些小学生不分青红皂白 不知是好是坏 看见脑残粉支持你 小学生会以为他们都是支持你在吸毒 然后跟风 这样我们就罪大恶极了 熟能无过这个词呢 只能用于你未进娱乐圈前 见娱乐圈有形响力后就必须无过 不作死就不会死 作死就算不死也会给人骂死 默默的送你两个字活该 还有巴友说 我喜欢是他的歌声又不是他的本人 所以他吸不吸毒我不介意 那是他的私生活 非法的事公安局就会管 不需要等我去选择 只愿他出来后还能继续唱歌 另对那些宣传冰毒不上瘾就不会死之类的 不负责任的巴友非常的鄙视啊 是不是说每个杀人犯都会被枪毙呢 难道杀人就对了吗 黑是黑白是白与其掩饰 不如你改过 其实真的是我很惊讶有很多 所谓的脑残粉在跟铁类 就是类似于我喜欢的是你的歌 你四生我爱怎样怎样 你出来我还是支持你 虽然你们好像站在了一个 对我喜欢的只是单纯的你的歌 不是你的粉状 但是你知道你在发表这样的言论中 就会有很多人 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很独特 就会觉得也许你这样的舆论导向是对的 有很多现在还不能明辨是非的一些青少年朋友 正直叛逆气的朋友 就属于爸妈说一他们一定是做二的那种人 你这样说真的是给公众的一个误导 其实我可以接受的是 你很爱一个偶像 发生了这件事谁都不想 但是你可以不发表言论 你可以不说话 你可以不站出来说偶像我挺你 你也不用站出来说 对他最大恶极就应该被坐牢 你可以什么都不说没有人会怪你 但是请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考虑到 你代表的你代表的自己 也许会被很多青少年看到造成不良影响 而且对于这个贴吧的像这种空观危机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处理的能力 像这种你板上钉钉的事 你是百分之二百做错的事情 不站出来就以一个很公正的立场说 对我们的这个李戴木 这个我们的偶像对是做了这件事 他是做错了希望他以后可以改过 我觉得这件事你这样说 你站在一个粉丝的心态我能理解你 但是你删了所有人的各种言论 贴吧帖子不许开 凡是说不合你心意的话就要被封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贴吧呀 我们这个网络环境是相对自由的 贴吧也不是你一个人开的 所以说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权利去删别人的帖子 我们想说什么是我们的自由 凭什么因为你的主观判断 觉得是什么影响构建和谐社会就去删掉呢 而且关于你说的侮辱性的文字 也许有些人会说 对他就是一个叉叉 怎么样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就是一些很 听起来就很误会的词语 是可以屏蔽掉的 但是很多理智粉 都是站出来讲一些道理 这个时候你不给一个公众的平台 就是你做错了事 其实你公开出来 没人会怎样你 但是你就是欲盖迷章 你越掩盖越掩盖 大家会觉得一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些明星做错了事情 然后再出来哭哭啼啼的开个记者招待会 就说请大家原谅啊 然后不好意思我这吸毒了是我不对 其实有些贴吧的网友跟帖说 你有钱你爱吸毒你吸啊 你想租死你租啊 你有钱呢 你不需要哭哭啼啼的求谁原谅啊 我们凭什么要原谅你啊 就是你原不原谅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跟我关系不大 你不用哭哭啼啼的求来求原谅 你敢做你就敢敢认你就敢当 后面的一系列后果我知不支持你 那是看我心情 公众能不能原谅你 所以不要犯了错 然后假惺惺的 然后可怜的求原谅 这样就没有意思 亡羊补牢我觉得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 李戴默贴吧的这个处理真的是很不好 也许是你们爱偶像 你们护你们偶像的心情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这件事只会让更多的人离开贴吧 并且很多 像我这样本来就不是李戴默的粉丝 看到他的粉丝处理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 我就会觉得这个人 以后出来我可能也不会要粉他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这些八五应该好好想想 你们到底是在帮你们的偶像 是在挺他 你还是在毁他吧 今天节目说了很多了 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接下来呢 要放一首歌给大家 这首歌呢 是一首反毒品的歌 讲述的就是 两个小姐妹青铜姐妹 一个赶上了毒品 废了自己的大好青春 另外一个写了一首歌给她 表达她的思念 大家听听看 这首歌呢 是一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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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待不 hi 这是一首歌呢 下宫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下一周我们再去找一些 好玩带大家关心的topic来讨论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 我是子汉 大家晚安咯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